也不是观看或观照的行为 体验这心识 它是广大的 没有中央或编辑的本觉 心从本初以来 便是空性与解脱自在的无垠片处 此本初觉性是本来具有 且本质存在的 它并非此时所造 而是从本初以来 就存在于你自身之中了 而见地就是去认证这点 对此要有坚定的决断 对此具有确信意志 我们要知道从本初以来 心就如同虚空一般任运显现 心就像是太阳 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 心就像是莲花 或受任何过失所购染 心就像是黄金 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 心就像是大海 是不移动的 心就像是一条河 永不停息 心就像是须弥山 是完全无变的 一旦你了悟了心的状态 就是如此 并稳固了这种了悟 那就称为拥有了悟的建订 国王问道 拥有禅修的体验又是什么意思呢 上师达到 仔细听啊 国王问下 拥有禅修的体验 一直让自心处在无有细论造作 不臣服 且鲜活崭新的状态中 让自心安住在其自然 不受激素 且自由解脱的状态中 不要把自心致源于外在事物上 也不要专注集中向内 要保持无所缘的状态 在你俱身本性的大平等性中 让自心保持如如不动 犹如一盏无风吹动的 疏有灯液一般 在这样的状态中 种种体验便能升起 你的心事可能会变得强烈满意 鲜明或全部中置 或是喜恶 明亮光耀 敌念 心也可能会感觉到浑浊 无参照点 或是超出这个世界惯常的模式 如果这些体验升起了 不要认为它们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 因为它们只是暂时的经验罢了 切磨攀植或是故作在这些体验上 若能如此 这就称为拥有残修的体验 国王问道 无论是行走 无论是行走 移动 躺卧或是坐下时 你都要像西河 穿流不息一般 在一切情境中将此牢记于心 平等位 平等位 一直去接纳你所看见的 或是任何五根 娱乐所展现出的一切 同时认出你的固有本性 远离任何贪着或攀植 你对任何事物既不取受 也不排挙 就好比到了珍贵黄金岛上一般 这就称为拥有行持的平等位 国王又问 什么能让我们穿越洞念的危险小路呢 上师回答说 禅修安住时 若是由概念想法浮现 无论升起了什么 这些都是从你自心中升起的 既然心并非由任何实体所构成 因此这些心念 本身也没有真实的实体 举例来说 就像是出现在虚空中的云矮 又消失到虚空一般 心念在心中升起 空性的念头 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空性的心 这就称为 这就称为穿越洞念的危险小路 这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灵状 这就像是这样的灵状 这就像是这样的灵状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 在电波的路上行驶着 下车时才发现 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 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 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 比起之前的酋酸厨鱼好吃多了 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 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 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 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 更让人难忘 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斩杀的命运 要不是我食量大 您或许会比较温饱 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 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 带着年迈的我 一起散步聊天 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 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堪 您的操作 对象 我真的很真心 有 divided 都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很复杂 那可以磨练你的个性 然后条条揉揉的 揉揉揉的去客客气气的去服务别人 服务众生 谢谢师傅 接下来是两题有关失识的问题 想请问师傅 失识前的招请真的会把众生招来我家吗 悲心就可以了 不过我告诉各位真的有众生 你喜欢做失识的人就是为了修悲心 你就不要怕众生 但是众生会来 你就会感受到身体很重啊 头晕 他只是拜托你 他给你的是他千分之一的痛苦的感受而已 你就动不了啊 但是你就尽一点力替他严共施施点灯关修 这样就好 然后就要回向这些严重的地区 那回向怎么回向 自己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不杀生吃素 你没有做到的 不批评别人 不骂人 无称大悲 你要自己发愿 你这个功德融入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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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题 请问师傅 为什么做完诗时 却总觉得头晕想吐 回向也没有用呢 功德叫圆满 叫功耶 请问你有受无戒吗 不杀身 不脱逃 不邪音 不妄语 不喝酒 你受戒圆满 而且心态圆满才叫功耶 我们不能说我们功德远 我们功德不够 这个没有受戒 就像福报装在破的碗里面 一直流死掉 再来 欠人家债还没还完 我眼睛没看到 冤亲在主可多的嘞 所以 在你这方面 不要觉得自己做很多了 不要觉得自己不甘愿 要多忏悔 然后检查自己的身口意 清不清净 持戒圆满 没有 冤亲在主 忏悔 没有 话再讲回来 做一个菩萨 永远不抱怨 为什么 众生任何一个人非人众生在受苦 都是我欠他债 我不圆满 如果我圆满 跟我认识的众生皆圆满 就是阿弥陀佛 最后 想请问师傅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如果受八关栽戒 回家后 家人却在看电视听音乐 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算饭戒吗 没有 没有 因为你没有心看 你没有心听 那就不算重要 甚至各位 还不要太排斥 因为 家庭生活阿 本来就如此阿 你可以把声音转为 在念佛阿 在唱佛歌阿 所以 能够在这种环境 又能够修行 功德超过在寺廟 就这个意思吧 所以 菩萨是不分在家出家 他在红尘里面 不被红尘污染 还可以利用红尘度众生阿 所以 我传的是大乘菩萨的断载戒 就是希望 希望各位去度你家里的人 你不能排斥他们 他们在看电视 你手大乘 你可以坐在旁边阿 你只利用电视剧情 看哪一点可以拿来 用成谈佛法的 而且 不让别人考验你 这个叫菩萨的 霸观在界 陪他们吃饭 陪他们聊天 陪他们看电视 目的呢 让他们喜欢你 然后你才可以去影响他们 谢谢师傅精辟的讲解 海淘法师 百世达 我们下期见哦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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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